最近都沒什麼心情化妝可以出家 想隨便畫兩包就算了 那就是對了 我最近找了幾樣可以快速上妝的懶人化妝品 我們一起試試它會不會合作 好啊 眉毛就最難搞的了 而我手上這個眉印其實都出了很久了 我們一起試試吧 嗯 好啊 不過怎樣用的好像很奇怪 首先你就要根據你的眉形去調整角度 然後再印在眉粉上 然後再慢慢印在眉毛上 最後再用掃 慢慢掃開就可以了 我應該是第二格的 我是第一 OK 印這個眉粉 好 好像扔印了 好 等我試試 有點緊張 嘩 嘩 看不看是圓形都不得了 我印錯了 你看看我 我印在上面了 死了死了 嘩 這個眉毛好像變成立不小心 眉頭是圓得不得了 你就是太實色了 我就是出界了 其實這個顏色我會覺得不差的 不過呢 之後再慢慢用掃 慢慢掃開 其實比起平時自己的化眉妝 是更加花時間 嗯 都不可以叫做快速化妝 這支呢 就是懶人畫眼影專用的 Kate 三色漸塵眼影筆 好啊 有時候畫眼影最煩 就是畫到有漸變的效果 不如我們嘗試畫上手看看是怎樣 但是呢 它那麼淺不知道上眼後的效果是怎樣 讓我試上眼 看你呢 介紹了兩種化妝物給我 那我都介紹一種 我經常用的冷人胭脂給你啦 有多冷啊 它的設計呢 超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經常戴口罩 一脫下下來不想臉青青的話 這個就超方便了 因為它有黑lighter 胭脂和shading 一掃一掃就搞定了 只要掃打直 在這裡 來回掃 然後呢 就在拳骨這個位置 這樣翻翻一掃